好 各位我们上最后一节课 今天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讲完 把这个问题讲完 诗诱曰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无字 常见本性 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那个诸位 你在看六祖谈经 你要知道一个概念 六祖大师有说在解释 我们所讲的佛学的名相 他的解释的方式 不见得会跟佛学字典什么 一样 这点是大家要清楚的 所以六祖大师常常会从各种角度来切入 像接着后面的这整段 就是六祖大师在解释什么叫什么 功德 整段都在谈什么是功德 那诸位 那六祖大师这样解释功德 如果你来解释 你用其他角度来解释功德 可不可以 好 各位你要明白这个概念 可以的 那诸位 那你解释 各位你解释只要能够符合当事人 各位注意听 你的解释只要能够符合当事人 能够帮助他 你的解释就OK 如果你的解释 虽然按照六祖这样的解释 说了他也听不 那就不OK 所以很多人只会学什么 只会去学说 怎么讲 就怎么讲 他不懂得随着众生的根气 什么 说法 事实上这个才是最难的 各位才是最难的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几个问题 各位你只要看到这八个字 你会不会吓一跳 见信是功 平等是德 一讲这个样子 你会觉得说门槛什么 很低 各位什么是功夫 见信 有没有 各位 真的实在是 你若见信再来说 若要说功夫等见信 就像说要上来打雷台等见信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么讲说 悟前 看功夫 悟后 看见地 不论怎么讲 主位 有没有功夫 就看你见不见信 看你见不见信 抽不抽象 抽象 各位抽象 我怎么去见到我的信 各位我给你安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自信 有没有形象 没有 那没有怎么见 自信没有形象 那没有怎么见 那个不再用黑板 那个不再用黑板 我跟各位讲一个公案 我跟各位讲一个公案 有一个学人问禅师说 如何见信 如何见信 那个学人这样 那个禅师这样回答 能见 就是你的信 注意 如何见信 能见信 能见知信 即辱自信 讲完了 这位你听懂了吗 各位你在谈这个见信 好像是一个对象 知道对不对 对象 那个禅师不回答说 那个对象是什么 那个禅师跟他回答说 有没有 是谁在见那个对象 有没有 你看拉回来了 所以能见知信 是辱之自信 讲完了 这样你了解吗 各位有的东西 有的东西是可以细讲的 有的东西是不可以这样讲的 这个东西不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他再怎么讲 就不对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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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我 佛性不在哪里 各位 佛性是什么 你现在 在做什么 提悟一下 你为什么可以现在在做 有没有 那是什么 所以各位 反正你任何语言文字先不要谈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去踏进那个问题就对了 那各位那你先接着注意看 平等 平等是德 我们说功 是功夫 德 是德行 德 是德行 诸位你真的能够平等待人吗 我们一般人是没办法的 你 唯有你真的见性 那为什么见性的人可以呢 各位很简单 见性就是见到空性 所以平等 各位 佛法之所以平等 是因为他了解 对 诸法空极 他了解空性 所以他才能平等 不然谁都没办法平等 所以见性的人 才真正有办法平等待人 才真正有办法理尽诸佛 我们一般人真的没办法 所以诸位 所以有的东西什么 有的东西呢 是你想学都学不来的 各位比如说啦 你说我要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这个不是条纲而微 各位这不是学的 对不对 这个是你真正的领悟 领悟了 你就是那样的人 你不能领悟 你再怎么装都装不来 所以各位一样的道理 就像六波罗蜜的 忍辱波罗蜜 大家要注意 大家都看到忍辱 不明白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是建立在智慧 明白智慧了 自然就能够忍辱 不明白你怎么忍辱波罗蜜呢 对不对 你是忍耐波罗蜜啊 各位你一定是忍耐 你不会忍辱 你忍不住 你会很苦 各位 那如果了解到 世间就是一场梦 人生就是一场戏 哪有什么 对七跟被七呢 他是安住在法 各位他安住在法 所以他才能安心 所以他才能够随意而安 这个是他真正的 明白的概念 接着看 念念无字 常见本性 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那这一段请各位画起来 前面是分开解释 现在是合起来解释 各位念念无字 诸位 诸位 事实上我们不要刻意变成佛 我们不要刻意变成圣人 我们不要刻意变得比变清高 我们只要自然就好 我们只要当一个自然人就好 各位什么叫自然呢 念念无字 自不自然 请一下 这每个念头 有没有 前念 今念 后念 前念 今念 后念 就像流水一样 这样流自不自然 自不自然 他是刻意修的吗 按你现在的念头 为什么没办法这个样子 各位我们现在 各位我们现在也是前念 今念 后念 但是我们都在那边什么 我们都真的那个问题 在那边翻脚 在那尬 各位 你看到了吗 我们回复本来 我们回复自然 各位自然 各位有没有一个学会 叫做微笑学会 有 微笑要不要学 主位 主位 微笑需不需要学 主位 你小时候没有微笑过的举手 各位哭要不要学 哭跟笑 这两个哪个要学 为什么要有个微笑学会 教你微笑 你没感觉 你没感觉 我们是人 奇怪 所以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开悟见性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自自然然的人 他就是一个开悟见性的人 对 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忘掉了 我们现在都忘掉了 这么 我们已经缓长了 所以各位 请你回复自然 有情绪是自然 有环绕是自然 有不如意 是自然 对 生老病死 自然 一切都是什么 如此的自然 但是我们却想尽办法 要去排除我们所 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活在这一种陷阱 你真的是自讨苦吃 你真的是自尋环绕 谁能够救你 各位 你真的是逆势操作 活着的时候就很惨了 各位 不用你死 活着的时候就很惨了 念念无知 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 金刚经那句话讲得最直接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六祖一吻就开悟 我们觉得很难 六祖说 本来的完 对不对 听了那句话 他就开悟了 本来就是这种状态 不就是这种状态吗 那各位 你现在看下面那句 常见本性 诸位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见本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符合前面的那一句话 念念什么 无知 所以你见不到什么 本性 为什么你见不到本性 本性是什么 各位本性就是空极 对 你为什么见不到 你就是抓一个东西 你就抓一个东西 说你见不到 那各位 那如果我跟你讲说 空是什么 你说很抽象 我跟你讲一个不抽象 所谓空就是不执着 如何才能够见性 告诉你答案 不执着 不执着你就见性 执着你就见不了性 所以各位 现在重点 不是摆在说 实物如何见性 不用 只要放下 你就见性 各位 摆对方向 为什么 因为不执着 就是跟空相应 空就是不执着 所以你要见性 你就不执着 你才能够弃路 这样就能够常见本性 这里面的本性 就是我们所讲的佛性 那这个本性是体 接着呢 真实妙用 就是用 有没有 有体什么 起用 各位 这样的用 就是太妙了 各位 所以简单这么讲 从心性下功夫 就是功德 归纳起来 从心性下功夫 就是功德 好 各位 前面这段讲的是比较高深 现在六鼠大师讲一个 你比较会做得到的 内心牵下是功 外形以理是德 各位 这一句话 有没有比较 你可以做得到 有没有 简单这么讲 前面那句话 对 讲的就是修行的 正功夫 后面这一句话 对 你至少要有修养 有没有 各位 修养跟修行是什么 是不太一样的 各位 有修养的人 不一定是修行人 但是有修行的人 必然是有修养的人 这一点你要注意 除为几个例外 像憨三师的 像济公 有没有 那个就是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各位 内心牵下是功 各位 这一句话 每个人都懂 但是 少有人做得到 各位 益金有个卦 叫做牵卦 各位 很多人在普卦 都是希望普到 吉还是凶 吉 都希望普个卦 叫做吉 各位 你只要普益金六十四卦 只要普到千卦 这个卦 它怎么变 都是吉 各位注意听 这个卦怎么变 都是吉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 你从小到老 你从东走到北 你走到哪里 都是吉 为什么吉 因为你谦卑 讲完了 咱们就是要博卦 想尽办法 要博小卦 你就这样做就好了 你何必到处卦 你看 这个这么好用 大家不见得 不见得要用 就像刚才同学跟我讲 他先生 一到一个很臭屁的人 各位 你要迁徙 事实上你只要明白这种概念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 各位 我这样讲一道中性 我不讲说他的特长 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性 如果你听不太清楚 我再讲个更白话一点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讲完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好欣赏吧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好啊 幸福 对 所以我们就应该谦卑 然后不要觉得说 我们都是高人一等 各位你应该花个愿 对 愿天下的人都胜过我 哦 头顶到这样 你们感觉花 你都会想说 愿我胜过天下的人 各位这个心态 你能提得起来吗 好 所以自然就谦卑 他一定谦卑的 外形以理是的 内心倾向是属于内 外形以理是属于外 有没有 那各位这应该是内外要合一的 自信建立万法是公 心体理念是德 各位建立跟理念画起来 前面那句话 内心跟外形画起来 他都是对应的 好 各位 我们都知道 心生 所以种种法生 对不对 但是你悟到了吗 你的心可以建立万法了吗 你会这一招了吗 我的心可以建立万法 你了解这个概念吗 各位法是什么 所以 一切都叫做法 不论有形无形的 统生都叫做法 诸位你的内心可以创造极乐 你的内心也可以制造娑婆 对 天堂第一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去创造 那各位 你可以创造善法 你也可以创 创立什么 二法 这叫做建立万法 是公 但是这里面的公 讲的这个 讲的这个法 一定是善法 大家要去明白这个概念 那各位 那你先注意看 建立你旁边写个有 就好像代表说心有作用 对不对 心有作用 但是要注意 心体理念是得 理念化起来 刚才建立化起来的吗 对 虽然是有 但是还要什么 还要理 你在理念旁边写个字 空 各位 为什么理念是得 如果你没有理念 有没有 那你不是认为说 你在帮助别人吗 你不是认为你在做好事吗 各位 真正心中有 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这种人没有德行 一个有德行的人 人没有在想这个事情 各位 就好像我们 今天一千万的阿嬷一样 他根本就没有说 什么 什么 什么好不好事 有没有 一心一意 没错 没错 其他也不跟你们啰嗦 不理意 自信 是功 应用 无然 是得 不理化起来 无然 化起来 这个诸位 这都是一个梅工而已 各位 我先谈一个 很简单的概念 各位 我们不离开 我们家人 一般 懒不懒着家人 懒 我们离不开家人 事实上就是 是执着什么 家人 你要成佛 不离开众生 但是你不可以执着什么 你在度众生 这个概念 事实上 各位 你不要以文字的角度来看 你要看你现在的状态 你现在在家里面 有没有不离家人 又不执着家人 你现在在道场 有没有说在道场 又不执着 的道场 各位 一样的道理 就好像说 我现在在上课 各位 我有没有执着上课 各位 我们一般的心 你会觉得 这很抽象 各位 我跟你讲 不抽象 我做个P给你听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天空有月亮 有 我问你 一个问题 月亮可不可以离开天空 月亮可不可以离开天空 离还是不离 月亮事实上是不可以离开天空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月亮有没有跟天空连在一起 你看着月亮 你就懂什么叫做中道 你看到了吗 有时候高深的佛法 自然界就呈现给你看 你自己没看 你看月亮不离天空 他不染天空 各位 我们不应该离开一切的众生 我们也不离开一切的红尘 但是我们心不染尘 所以才送你一句话 人在红尘 心不染尘 各位 我们不是开悟的人 所以当我们走到花街 有巷 我们就染上什么 我们就流连什么 开悟的人 对 走到花街 柳巷 又可以度化 完全不染 所以各位 所以你硬生生气 解释他的文字 对 而是说你要把这样的概念 你真懂吗 你只要懂了就好 懂了 自己观察自己 看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你到底 对不对 你到底是离 还是难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怕别干扰我们 我们就离开 离开别人 我们一般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就什么 连着不放 都差不多这样 那各位一样的道理 你在读佛经 你不离经典 意不可以什么 你意不可以抓着经典不放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那各位 我说一个孩子就好了 孩子靠不靠父母 你希望他靠还不靠 当然希望他靠而什么 不靠 如果他都靠你 那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各位你看 从这样的角度去应用在所有的一切 你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东西 假设你没有透过观察 你根本不明白你现在的状态 你不知道 你现在处在 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没有人会跟你讲 因为这个没有人会跟你讲 自我关照 看你有没有掉入什么陷阱 好 接着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各位现在六祖大师 这样讲得很清楚了吧 从心性下手才是什么 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 心急不轻 常行普进 诸位 我们在谈这一句话 这句话听起来是宠户 听起来为什么叫做宠户 就像前面的内心牵下 外形什么 以礼 各位你在读六祖谈经 像类似这样的话 六祖讲了很多次 各位这样的话 六祖讲了很多次 那为什么讲了很多次呢 诸位 事实上你觉得它很简单 但事实上很少人做到 也就是说 我们心是傲慢的 我们对别人的恭敬 是选择性的恭敬 注意 选择性 只要选择性 我看你的气 我再尊重你 我看你不气 后面就不用谈了 不要说恭不恭敬 你不要轻视 别人就阿弥陀佛了 各位 没有错 修行要从身口意下手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以见修的方式 以见修的方式 是要从身口 做起 以不怒的方式 重新什么 他下手 但是你没办法 先看自己的身口 身口就是言行 所以有的人 他并不听 并不听你讲什么道理 他只想看你的言行 他是观你的言行而已 他不听你讲什么道理 所以这是六鼠大师 一直强调的 心肠 亲人 无我不断 极致 无功 无功化起来 自信 希望 不死 极致 无德 无德化起来 前面解释 什么叫做功德 现在六鼠大师 从相反的角度 跟你讲说 这样的人 无功 无德 各位 一个傲慢的人 说他多么有修行 那是骗人的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无功 旁边写两个字 我慢 各位 你就是我慢 各位 我慢有什么功夫 各位 傲慢不是 给别人看的 而是要用自己的功夫 来降服自己的傲慢 各位 傲慢 是要拿来降服的 不是要拿来给别人看的 不要拿傲慢来耀武扬威 不要这个样子 自信 希望 不死 极致 无德 各位 这一句话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什么 就是不敢老实面对什么 自己 无德 旁边写两个字 虚伪 就是虚伪 为 无我自大 常亲 一切 故 各位 没有功德的人 他的 真结 就是自大 各位 就是自大 那 自大 就不用讲 各位 我们不是 各位 我们不是 要自大 请你 学习 自重 君子 不重 则不微 请你学习 尊重 你自己 请你 自重 啊 各位 假设 高深的道理 不懂 懂得先做 假设 有的东西 是你 一时做不了 简单的先做 不能够 自悟 那先学习 对不对 自重 尊重 尊重自己 各位 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 我学了很久 要尊重自己 不简单 各位 你不尊重 你自己 你一定会 糟蹋的 你自己 你自己 好 再 在另外一段 善 子 是 念念 无间 是功 心形 瓶子 是德 各位 无间 画起来 瓶子 画起来 在无间的旁边 写个字 因 瓶子 旁边写个字 果 因跟果的关系 各位 我们都知道 各位 在道家 有一个 有一个始祖 当然这个始祖 不是指 太上老君 是指后来的 后来的 后来的一个人 那个人 本来是一位太子 那位太子 道家的道场 是哪一座山 武当山 所以那个太子 也到了山上 他想要去 炼丹 他想要去 武道 而且他贵为太子 结果呢 在武当山 经过三年的 修炼 毫无所成 然后毫无所成之后呢 各位 毫无所成之后 他就准备要下山 在下山 在下山的途中呢 就遇到一位呢 对 阿婆 听说那位阿婆呢 就是太上老君 所变现的 各位我都说听说 你就听我说 就是太上老君呢 化成一位阿婆 想要来度化什么 那位太子 因为太子学了三年 有没有 没有悟到 所以他就准备放弃 想要下山 对 然后对就化作一位阿婆 那化作一位阿婆呢 对 这位阿婆呢 就开始拿一个铁锄 在那个 在那个池上磨 那个太子很好奇 就问他说 阿婆 对 你磨铁锄 要变成什么 各位这个故事 我们国小是不是听过 对 这个是李白的 但是我听到的第二个版本 我先讲第二个版本 你听过我也听过 我就会说第二个版本 因为礼拜都要喝酒 我就不要说礼拜 所以太上老君的话 说一个阿婆 用铁锄 要磨成绣花针的故事 要来去感动 对 这位太子 所以这位太子 对 看到这个启示 他亦然亦然说 没有错 铁锄 既然能够磨成绣花针 有没有 我一定会什么 我一定会修炼 而成仙成道的 所以现在在大陆的武当山 有没有 也有这一尊 也有这一尊 就是说他修行之后 以化什么 成仙 那各位 那我要谈这个故事 在谈什么 谈精进 你也有功夫 是不是要有精进 对不对 各位大家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两个字的 两个字 各位金五门 两个字的 最近在拍 最近在演 夜问 对不对 对 自从拍了夜问 第一集 现在又拍什么 第二集 所以最近很多人 在学习什么拳 永春拳 各位 好 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在练永春拳 就是一个木桩 有没有 就是那几个动作 重复了什么 重复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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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各位 像我们看那个什么 少林寺 什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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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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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看不懂的 但是你看永春拳 你看就懂 很奇怪 他从入门 一直到 一直到 他已经学了三四十年 他就是针对 那个木桩 有没有 重复什么 重复一直打 你误到什么 他为什么重复一直打 也就是说 当他 当他在跟别人过招的时候 不论别人用什么招 他是自然的什么 自然就怀疑 那诸位 请问一下 你精进用功 精进到什么程度 你还常常在想 你在想什么 各位 你在想什么 对 甚至有人念阿弥陀佛 念一念就变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 诸位 你是怎么精进的 怎么样才是精进 各位看这四个字 念念无间 看到这四个字了吧 各位你念念 有没有在法上 你念念 有没有心中有佛 那才是功夫 如果你没有这样 你的功夫怎么建立 各位这是阴地上的功夫 你就是要念念无间 自然就会果地上的呈现 心形什么 瓶子是得 各位瓶子事实上就是不执着 坦白讲 瓶子事实上就是内外如意 心形就是内外 瓶子就是如意 所以内外一如 也就是说 瓶藏心 也就是不执着 大家在后面就会读到这一段 后面就会读到这一段 那自然才有什么 果地上的成就 接着看 自修信是功 自修身是德 修信 修身 画起来 在修信旁边写一个信 在修身旁边写一个像 因为有时候文字不要被文字所骗 自信是用修的吗 自信不是用修的 各位要注意这个概念 所以自信是用悟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他的文字 自信是悟的 能够让你修的就不是自信 那自修身是德 那就四相 那是四相 所以学佛要信相一如 要理事无碍 就这个意思 各位有没有功夫自己知道 有没有得省 你要表现什么 你要表现出来 各位 如果别人跟你讲说 这个人得省很好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讲 因为别人看到你的什么 是不是看到你的展现 所以说你这个人的德行 有没有 很好 是这个意思 所以信相要搭配 最后要结论 各位最后要结论 善知识 功德须自信内见 不是布施 供养之所求也 是以福德以功德别 各位 各位整段把它画起来 这一段就是结论 功德须自信内见 不是布施 供养之所求也 是以福德以功德别 已经很清楚的 讲出功德跟福德的区别 有没有 他们的差别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太一样的 那各位 这两个都要做 这两个都要做 因为福德修福 功德修慧 福慧要什么 要双修 所以这两个都要做 各位你不可以说 那我就 那我就功德 不要福德 诸位 我们要随言布施 我们要随言供养 这些都要做 要做 五弟不是真理 灰我主师有过 所以各位 所以这样功德跟福德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他们两个 不要说谁先谁后 你不要各位 我们的概念 不要自己起说 我先做福德 以后我再慢慢修什么 功德 各位 这些概念都是你创造的概念 前后是你创造的 哪一个比较简单 哪一个比较难 也是你创造的 各位 我们的概念就是很奇怪 我们就是会创造很多的概念 让我们不可以同时什么 基础 我们就会创造很多的概念 把很多的真理 变得支离破碎 不明白不二 不明白 诸位 各位 你现在在你家 你面对一切的境界 对不对 你现在就可以历练了 你应该借事恋心 各位借事恋心 那就是功德 你应该借那个境界 有没有 来修炼 你的心 那个是功德 但是你遇到一些的因缘 需要你帮助 有没有 你应该那对 当然 不让 那就是福德 他没有前后 不可以这么讲 各位他没有前后 不可以这么讲 各位是先 上 是先喝茶 然后再上化妆室 还是先上化妆室再喝茶 不用 测试了 青菜 不是青菜 不是啦 就看你的欢迎 你的身体想要怎样 各位 所以 事实上 他是同时的 他没有那么 大家明白很多的概念 你就把它化作一种很平常的概念 那你自然就能够有所起舞 那各位 现在是三点二十 我们很少 还有时间 对不对 因为 如果要讲 那就是下一个什么 下一个问题 那各位 那我想下一个问题 应该是从下堂课什么 从头讲 那也好久没有让各位问问题了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最后十分钟 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自己有话问 来 那再过去两个位置的结印是 嗯 对 那我心里就在七上八糟 要不要 嗯 嗯 那我就想了一阵子 我觉得还是要讲 因为好多人中的睡觉还是干嘛 我心里就觉得 大家不让位 对 是 你也可以问他快的吗 然后我就想说 要顾到他的宿舍 所以我就跟他讲 讲了他 他就跑来我的旁边跟我讲 你这什么东西 这样很不舒服 然后那我只想就要赢我 走啊 对 给你臭骂一顿 对 如果有讲错话 请你不要出去 我就好 是 那这种情形我想请教的是 是该讲还是该讲 因为在台北才好 对 认为该做了 就去做 做了就好 被骂 甘愿 别人骂 甘愿听 知道吗 不要那么复杂 认为做的就去做 别人有什么怀疑 你就是 对 你就去承受 为什么是承受 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决定的 对不对 既然你决定要这样做 不论发生 好的或是不好的 你都要承受 知道吗 菩萨 知道吗 好来下一位 下一位 有没有 那不然就要回向了 大家没问题 你老家都别再问 哈哈哈哈 是不是在几天念 啊 啊 实不可思议 既然会没有疑问 不是啊 对 优手来走 没疑问 退掉 哈哈 好来 请各位合掌 合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